大家好,今天和大家聊一聊面膜们 评价面膜 其实评价面膜它一共差不多也就这么几个牌子 非常推荐大家的一个是这个,鸡美金的 鸡美金家 鸡美金家最推荐的是 其实都很推荐,我觉得都很棒 它家的补水性超级强 这款,这款它的超保湿款 它的补水性已经是非常接近神仙水了 神仙水面膜 控油性赶不上神仙水面膜 还有它的软化肌肤性比不上 但是它保湿性是已经 神仙水面膜是提升了14% 它是提升了13% 所以非常推荐大家买 这个,锁毛孔的,太有名了 我就不多说了 这个,这个是去痘的 我觉得它的控油性非常强 控油性,甚至它的保湿性都有11% 非常令我惊呆 所以鼓励大家买 唯一的确认就是,它的面膜水太大了 OK,这个真是美白的 它的控油跟保湿都达到了非常好的一个平衡 推荐大家夏天买 如果你肌肤有点敏感的话,那就算了 这个,这个,这个 总体来说非常不错 这款,这款我也觉得非常的不错 这款是有点稍微小意外的 我觉得还非常不错的一款它加的 嗯,然后,呃,怎么说呢 而且它还3D的 它加这个还是3D的 我觉得它3D最好就是能遮住我鼻子 我觉得这个特别好 我好开心的 这主要是去皱啊,它说 OK,这是它积美金的 它加其他的啊 哎呀,我太爱它加这个系列了 它加这个系列就是能盖住鼻子 我好开心 面膜只要能盖住我鼻子我就超开心的 这款,我觉得它超贴心的 面膜只有超舒服 打开的时候就是 你打开都不会,不会,不会拉不开那种感觉 不会很,很黏的,很拉不开的 超舒服 大家,大家,大家可以买起来 这种 呃,不过它是需要那个 先用化妆水再用它的那个面膜的 它还含有角质柔软成分 嗯,这样子一周就只能使用一回到两回 大家,大家可以稍微注意一下 呃,反正你就记住 面膜有带蓝色都带美白的 橘色都是带弹,就是弹性的 粉色红色都是保湿的 黑色都是缩毛孔的 然后绿色都是痘痘的 这个,这个很容易记吧 OK,这个 这是Lululean的 Lululean的这个一号面膜 就是他们家的巅峰之作 我觉得跟他家其他相比 真的其他都是垃圾 呃,他家的其他都是垃圾 他的那个什么 呃,保湿性啊 能够提升11% 已经非常不错了 他家的美白款我非常推荐 如果你不是敏感肌肤 我觉得非常不错 他还有控油跟保湿性都非常的强 哦,当然了,如果你是单单件的买 呃,买他的这个保湿的也是控油 呃,他的那个保湿性是非常强 但是控油是无力的 这款麻油的就不要买了 我觉得啊 精华水嘛,这么多的 然后他水,他一下黏 他也不黏 他就是水 拎出一大堆水都出来了 我觉得很不爽 打扫起来太麻烦了 好,这个婴儿头的 这个婴儿头的怎么说呢 我觉得它是无功无过型的 真的是无功无过 用起来美感居型 哎呀,这个价位也确实偏低 比较符合它的价位 如果你是追求一种美白效果的话 我觉得这个就不要买了 这个,它的那个 我测试出来呀 它只有8%的那个 就是保湿率提高 相当低的 相对于其他来说已经算低了 然后面膜只有特别小 盖不住鼻子,盖不住脸 我,我实际不推荐 好,精心输到这儿吧 好动哦 好动员 好动员 好动员